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諸實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拜登今天前往以色列 但是加薩走廊相關 一個醫院傳出遇襲 而且500人身亡的外電訊息 同時中東現在戰事可能擴大 但是美軍至少四大航母鎮壓 四大邪惡軸心 可是今天這個時間點 普丁出席了一帶一路的峰會 那習近平事實上也有公開的談話 他說不搞對立 他說反對脫鉤 他還說世界不太平 他還說和平發展不可打 好這個是習近平今天的公開談話 可是在網路上 中國的網友粉絲延燒的是 中國下架了這本書 這本書的書名叫做 《崇禎勤政的亡國之君》 那亡國之君是不是惹怒了習近平 同一時間 美國開啟的另外一個戰場 包含了科技大戰以及金融大戰 昨天這個媒體追蹤傳出來 再度封殺中國AI相關的晶片 指標的NVIDIA股價因此大跌 而今天台股的AI股也跟著下跌 事實上晶片相關的標的 昨天在美股也都有所修正 而且這一回合的封殺令 也包含了中國相關的IC設計公司 這使得晶片雙方事實上選邊站的壓力越來越大 同時美國國防部還公布了相關的影像 影像資料當中兩年至少超過180起 美中軍機高度對峙 而且是中國軍機到處挑釁 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政治軍事跟經濟的變化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不好是董立文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財政專家陳維良 大家好 再來是舒子雲老師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再來是黃創下 大家好 再來是翁杰 大家好 好 我剛剛講 拜登這個時間點人可能已經到達以色列了 那他確實直接出發了 主要的原因是坐鎮以色列 那希望控制以哈的軍事熱戰 讓他暫時不要惡化跟擴大 同時美國方面直接再度封殺中國AI相關的晶片 包含兩家中國的IC設計的公司 也是封殺的黑名單之一 在美股事實上 NVIDIA跟MDD時間股價都跟著下跌 然而另外一個全世界觀察的焦點是 普丁這個時間點仍在中國 仍在北京跟習近平同框同台 習近平也有公開談話 創下剛剛看到普希兩人這個時間點在北京同框 而拜登人已經前往這一個以色列 其實現在美中之間的對抗越來越直接表面化 拜登現在是急急忙忙的前往以色列 要去坐鎮情勢穩定情勢 而這個時候邪惡軸心的最主要兩個大哥 普丁和習近平利用一帶一路的高峰會議 在北京見面了 而且在人民大會堂 在這人民大會堂裡面 習近平大肆歡迎普丁 他稱讚整個普丁是我的老朋友 令人尊敬的普丁總統 而且其實雖然因為是整個中東情勢 引起國際上比較關注 但是習近平趁機還跟拜登嗆了瞎 他說其實他們跟俄羅斯跟普丁的關係 政治互信已經不斷的深化 戰略學作密切有效 最重要的是這些年因為入侵烏克蘭 全世界都在抵制和經濟制裁俄羅斯 習近平直接講了 中俄之間的雙邊貿易創歷史新高 代表沒有任何的制裁 而且是中間還發了大財 而且朝向一年要有2000億美元的貿易額 這樣一個高峰狀距 然後他特別講說他跟普丁有多好 這老朋友是從2013年到現在 10年之間見了42次的一個面 而整個普丁呢也特別的稱習近平呢 說他不是臨時工 不是像有些人呢 只是在國際場合作秀五分鐘 然後就離開了 這是暗栓一下拜登 然後習近平是可以看長遠的 看大局的 但是呢普丁可能也是因為 被國際法庭制裁通緝 太久沒出國了 到這樣一個場合 受到這麼大的歡迎之後呢 有一點點太嗨了 所以他在那個會議面的時候呢 突然之間看到好久沒看到的 烏茲別克的總統 兩個人就交談起來了 讓習近平在旁邊有一點點冷落 而普丁這次去那邊 除了跟習近平見婚宴之外 最重要的是 他也很想讓中國更把他站在同一邊 所以俄羅斯的通訊社特別去強調 這次他們見面 還要特別去談中東的情勢 以色列和那個哈馬斯的情勢 他們要把他談起來 這個因為對俄羅斯來講 如果中東情勢拉高的話 對他在烏克蘭那邊的壓力是減輕的 另外普丁呢 還帶了二十多個人的水源一起去 有很多財經部長 還有是外貿的銀行 還有很多石油公司 原子人公司 希望跟中國更深的經濟上的一個援助 而習近平也送他禮物 俄中共同合資十億美元 成立一個民用的號稱民用 是在航太還有數位科技裡面 互相的協助 因為對中國來講 俄羅斯的航太技術和含他的材料 一直是他所需要的 而拜登呢 這個時候已經出發了 在空軍一號上 正往以色列去 但是出了一個大意外 引起了中東情勢和全世界非常的緊繃 是加薩有一家醫院 突然之間被現在仍在調查 來源不明的襲擊 而這個襲擊裡面 整個醫院被摧毀得非常慘 至少500個平民無辜受害 而且在從新聞裡面畫面出來的話 很多是兒童 當兒童受到無辜的炮火的時候 全世界的心都會被揪起來了 所以拜登還特別強調說 他見到了納塔雅胡的時候 將會嚴厲質問 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並且要求納塔雅胡告訴美國 將來這幾天 以色列會做什麼動作 因為以色列公佈了一個衛星照片 他們400架坦克正在加薩邊際 準備打進去 那拜登要把這個形式給控制好 那本來拜登呢 去了這邊之後 因為布林肯你看他眼圈都黑了 到處飛了六國 然後本來他去約旦艾曼那邊呢 要跟約旦埃及 還有巴勒斯坦的哈巴斯 一起進行個高峰會議 看這個局勢能不能控制下來 但是因為加薩 這一次的500人受難 這一個事件之後 哈巴斯拒絕出席了 所以拜登也宣布 延緩去到約旦 但是現在就是核心的狀況 就是到底是誰打了 那一個醫院 然後以色列呢 國防部有出來 還公布了畫面 說是哈馬斯在發射他們火箭彈的時候 失誤 所以是哈馬斯擊中了這樣的一個醫院 所以哈馬斯要負責 所以納塔雅尼直接譴責 哈馬斯就是恐怖和邪惡的野蠻分子 但是呢哈馬斯出來說 是以色列從他前幾天一直持續的空襲 是以色列空襲的 認為以色列這個事情證實了 是以色列的殘暴 然後還有挫折感的無力發洩 所以他們雙方互相指責 可是這件事情已經拉起了 中東地區其他很多地方 包含是因為應該是跟中國關係也不錯的 非洲聯盟直接跳出來 直接就認定了 這是以色列的錯 而且攻擊的平民 這個是指稱以色列犯了戰爭罪 然後歐盟理事會也有很大的壓力 歐盟沒有指稱是誰 但是都特別強調 攻擊民生設施就是違反戰爭隊 然後結果這個時候 有亂的時候一定會中間出來 展現角色的土耳其的愛爾段 直接譴責以色列 所以以色列的攻擊 是缺乏人類基本的價值 開始指控以色列 是犯了人類罪 而敘利亞呢 也跳出來是說 虛方必須覆捨 所以整個情勢 現在拜登是焦頭爛額 因為他要去想辦法把周邊的火 全部給控制下來 而他在國內呢 還是有人呢 因為他們正在總統初選 然後結果川普也跳出來了 川普跳出來之後 又說如果當他當選之後 要禁止任何支持哈馬斯的人入境美國 所以整個情勢越燒越高 好這個時間點 我們要特別透過視訊連線 跟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 石板明夫先生連線 石板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石板先生 今天這個時間點 普丁本人跟習近平兩人 是同框出席了一帶一路的高峰會 同時今天這個時間點 拜登本人飛往以色列 想要控制這一個中東的局勢 顯然拜習兩人都有超級外交大戰 不過昨天事實上 美國商務部 事實上也準備擴大 對於中國AI晶片的封殺 那全球兩個政治集團 現在確實選邊站 靠邊站 雙邊的壓力都在加大 首先我覺得以巴爆發衝突 這一個新的變數 這個是對習近平普丁集團來說 是加分的 對拜登來說是減分的 因為現在拜登的處理 以色列問題非常棘手 那麼以色列對加沙的進攻 可能引發阿拉伯國家的重怒 所以說呢 但是說呢 拜登沒有辦法勸阻以色列 因為人質還沒有解放出來 還有很多問題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中國和俄羅斯一看呢 是有機可乘 他們可以混水摸魚 另外一個呢 他們我們看到中國和俄羅斯的表態 基本上是在拱火 是讓這個阿拉伯國家 跟以色列更加對抗 表面上讓以色列克制 但是說呢 實際上他既沒有譴責這個 哈馬斯的暴力行為 也沒有譴責這個哈馬斯 他們綁架人質的事情 也沒有呼籲釋放人質 就是讓以色列冷靜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中國很明顯是站在一個 完全是哈馬斯 這個伊斯蘭國家 他假裝是同情這個巴格斯坦 實際上是希望在伊斯蘭國家裡 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這是我覺得對中國還是 是個好的機會 那麼這次普丁呢 到北京的話呢 很明顯是雙方各取所需 那麼我們看到俄羅斯現在 在這個俄烏戰場上 是打得非常辛苦 而且呢 就是說國際上孤立無援 而且他非常希望 中國能夠支持 郭文國過去一直在裝著中立嘛 能夠對俄羅斯的支持 能擴大加大一點力道 那麼這一次呢 就是對普丁來說 我見到習近平啊 你看中國 我們還是還是我們的好兄弟 中國還在挺我們 這個可以鼓舞國內的士氣 也可以在國際社會上呢 是自己不顯得不那麼孤單 那麼對於習近平來說呢 那普丁現在別處沒處去了 來我這裡拜碼頭了嘛 那我告訴全世界 我新收一個小弟嘛 這種感覺呢 也是很好的 對中國國內表演很好 所以雙方是各取所需 那麼我覺得今後呢 對於這個整個中東的警示 我想中國呢 一定想讓局勢越來越好 然後呢 當雙方的這個對立尖銳化的時候呢 中國出頭作為調停 那其實呢 現在拜登這個力挺以色列的態度 始終這個伊斯蘭國家 都不會聽美國的話嘛 那麼中國說的話 多多少有一點影響力 那麼如果說 其實這個中東 這次首先就不是一場戰爭 這是一場大型的恐怖襲擊 所以說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中國最後好像變成一個 戰爭的調停者 我這個和 因為我的調停變成了和平 那麼中國可以拿到 很多很多政治資源 在現在國際關係 對中國非常不利的情況下 中國是有加分的 好那可是呢 全世界是連動的 包含了烏克蘭也會號數美國的 軍事戰略的資源 那以色列也會 所以連續好幾天 包含了奧斯丁葉倫 包含布林肯都強調 美國有足夠的軍事跟戰略的資源 可以同時兼顧以色列跟烏克蘭 可是外界就會關心 這樣資源的分散 是否影響印太的這個格局 特別是包含朝鮮半島跟台海的局勢 是外界這個中大眼睛觀察的 你怎麼觀察這樣的全球的聯動 我覺得這個主要在台灣講這些話的人 基本上屬於中國的認知作戰了 那麼美國首先在這個阿富汗 這個烏克蘭戰場上 美國根本沒有出兵 美國沒有任何的軍事實力被牽涉在那裡 然後呢 在中東 在中東我們想 現在只是一場恐怖襲擊 那麼雖然有一些什麼真主黨 有一些什麼敘利亞 還有一些伊朗可能蠢蠢欲動 但是比起異界的這個中東戰爭 以色列戰爭來說的話 都是太小了 過去周圍幾個大國團結在一起 還打不過以色列呢 現在就是幾個遊擊隊 一些這個很小的勢力 它跟以色列對上 根本不用美國出手 就完全可以碾壓這些恐怖分子了 所以說根本對現在美國的重中之重 還是對付著中國的這種就是在台海 在亞太美國的 這點我認為是完全沒有改變的 那麼中國呢 是希望美國被牽扯到中東去 好讓它喘一口氣 但是說呢 實際的狀況根本沒有往裡面發展 那除此之外 中國事實上呢 這一回合在國際的這個外交大戰 跟科技大戰當中 本來外界也在觀察 習近平下個月會不會出席 APEC的這一個相關的峰會 然後昨天晚上呢 美國的財經的新聞跟資訊 證實了最新的科技部 跟這一個商業的這一個部門 那封殺的是中國新的相關的 AI的晶片 那包含了在美國知名的 NVIDIA跟AMD的AI晶片 可能是封殺的名單之一 另外中國部分的IC設計公司 也是追回合科技戰 這個封殺禁令的標的 那你怎麼觀察這樣的外交角力 以及到目前為止 辛平是不是下個月出席 APEC 拜習兩人是不是真的有一會 雙方事實上也還在角力 首先我覺得中國剛才講 中國對外交的局面 就是短期來看是對中有利的 因為現在它突然有話語權了 APEC它也有可能出席 為什麼呢 過去如果沒有以罷問題的話 他出席的話會被大家 這個被主要的國家來罵他 說你最近倒行逆施 台海怎麼樣 就會有很多人罵他 然後那些小國會找他要錢 所以對他來說出席會也沒好處 但是現在呢 終於可以在道德上 站在道德制高點上 去譴責以色列 譴責美國 我們要重視這巴格斯坦的人權 至少他現在拿到一定的話語權了 所以他出席的程度有所提升 但是說呢 短期是這樣 長期來說對中國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就是說他這次跟恐怖分子 一個鼻孔出氣的這次這段表演 讓西方國家大家害怕他 就是說你根本就是完全沒有譴責暴力 沒有譴責恐怖行動 你跟我們不是價值觀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另外一個現在任何國家 特別是歐洲那些先進國家 都是害怕恐怖襲擊的 你現在跟恐怖總製混在一起的話 那將來我給你的一些技術 給你一些武器 流到通過你流出來怎麼辦 另外一個我覺得中國 這個萬岸戰爭之後 中國的武器的提升是靠兩個國家 一個是烏克蘭 一個是以色列 從烏克蘭拿到了大量的前蘇聯的軍事技術 從以色列拿到大量美國的技術 這兩個國家其實跟中國非常好的 現在中國一下子這兩個國家全得罪了 那麼今後多少年 我們現在看不到任何一個先進國家 可以賣給中國的武器技術 所以說我覺得今後中國會發生 非常嚴重的武器更新換代的問題 好那中國內部事實上 軍事的將領跟軍事的清洗 也還在進行當中 本來外界也在觀察 一帶一路的重要場合當中 李尚福是否出席 可是現在媒體追蹤 很有可能下一回合在現身在露臉的 已經可能是新任的國防部長了 這個部分你怎麼解讀 我認為習近平他是有兩一點 一個是他現在這一波的軍隊反腐 實際上是反對那些太子黨 當年那些太子黨是跟他聯手在一起 把江澤民的小弟 許才厚 郭伯雄 他們打掉了 現在這些 就從劉亞洲 劉源 包括張宥霞 李尚福 這些都是太子黨 這些太子黨 現在的軍中有一點 就是說不可控了 然後習近平自己提拔上來的 像何衛東 這些福建的小弟都起來了 那習近平要把這些太子黨打掉以後 變成完全是自己說了自己算 所以說這一波清洗是打掉軍中太子黨 這個很明顯的第二波的素軍行動 還有一個就是習近平他為了保持自己的權威性 因為等於說他去年的二十大 這個中國的所有的幹部全變成習近平的小弟了 那小弟就不怕他了 因為我們都是自己人 我們跟你打江山 我們跟你把政敵打倒了 那小弟不怕他的話 他自己的權威就受損了 所以說他為了自己保持自己的權威性 自己的威嚴 讓小弟戰勝一種恐懼感 所以他要不停的肅清 雖然秦剛是我的小弟 雖然李上誠不是小弟 我照樣拿他 這才能保持自己的恐怖統治 所以說這種肅清應該是一個沒有終結的 今後還會繼續繼續的進行的 否則不行的話 習近平這個獨裁政權就維持不下去了 好那習近平正在內部進行清洗的同時 另外面對的台灣的局勢 你的觀察是可能有什麼樣的操盤或者變化 特別對於台灣的總統大選來講 事實上已經進入倒數的87天 那柯文哲的陣營跟這個國民黨的陣營 會不會整合甚或媒體也追蹤傳出來 柯文哲本人也跟郭台銘有會面 那兩人事實上也有溝通的管道 你怎麼觀察台灣的總統大選的變化 那藍白的整合是不是整合出其中一個隊伍 對決賴清德 這個也是台灣政壇最重要的核心觀察指標之一 我現在看這個 就是現在這個在野黨的三方整合 就好像像那個看那個瓊瑤的那個 三角戀愛的劇一樣 有三個主人公但是都不是真愛啊 他們就是前幾天的藍白河 就好像是兩個人互不喜歡 但是背著父母逼去相親一樣 找個理由趕緊分手的樣子 現在我覺得就是說 我想即使是在野陣營 他們也已經考慮即使藍白河在一起 他們也是這場選舉 2024選舉已經拿不到總統了 就是說在選舉 因為每個人的支持者是他各種的職業 經歷地域關係人際關係 形成的自己的支持團隊嘛 那麼他們合在一起是不可能湊在一起的 比如說我認識很多醫生 他們是支持柯文哲的 為什麼呢 他們認為醫生是最優秀的 應該讓醫生當總統 那如果說柯文哲讓跟侯友一合的話 這些人一定會投給賴清德嘛 因為他們覺得柯文哲是一個 台大醫學教授嘛 是最優秀的醫生嘛 但如果沒有醫生 他們一定會投醫生 就這種人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根本不可能是加法 所以說現在我認為 每個人都在考慮 這個1月13號之後 自己拿到一個什麼樣的有力的地位嘛 柯文哲當然他說 或者當總統 當不了總統我可以關鍵少數 那我事後還可以四年呼呼喚語嘛 那藍營的話 我認為藍營最重要的是 就是說這次選舉消失了 但是說今後藍營還有一個 就是黃太子叫蔣萬安 可能2028或2032會出來 那麼中國跟蔣萬安接洽的 這個白手套這個中心人物 誰掌握主導權 那麼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現在我們看到馬英九突然間 不參加這個國慶日的集會 韓國瑜突然跳出來等等 各方的表現 我覺得都是藍營 他們都在考慮著 這個總統大選之後 自己的有什麼地位的關係嘛 那郭台銘在考慮 怎麼找個台階下來嘛 所以說每個人想法是不一樣 他們表面上說是整合 但是我認為在這種狀況上 整合是不可能的 好非常謝謝產經新聞台北自治局長 石板明夫先生的連線 謝謝石板先生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今天這個時間點 然後普希兩人在北京相會的同時 拜登前往以色列 好明傑剛剛看到的是NBC追蹤 拜登本人前往以色列作陣 對這個拜登其實 再過幾個小時就會抵達以色列來訪問 那就在這個拜登登機要前往以色列之前 其實也是以色列 已經完成匯集大軍準備要進攻加薩走廊 鏟除哈馬斯的這個前戲 這時間點非常的巧合 那現在爆出了一個新的 這一個不利以色列這個作戰的變數 那也就是說在這個10月18號 其實這個時間點 剛好拜登其實他已經在空軍1號上面 那突然在這個加薩走廊爆出說 有一座這個叫做阿赫利的這個醫院 那遭到攻擊 那造成500名的這個嚴重的傷亡 那這個畫面釋出之後 其實阿拉伯國家都非常的憤怒 那拜登本人也透過這個空軍1號中間的 可能衛星通訊獲得訊息之後 那請這一個國安會的這個發言人科比出來 轉述說美國絕對會站在保護平民的一方 同時也強調說到訪之後 絕對會向這個以色列總理 納坦雅胡來進行嚴厲的質問 那了解這實際的這個狀況 到底怎麼發生的 那這一場這一個意外 等於說現在變成是羅森門 就是以色列國防軍跟這個巴勒斯坦 其實他指控的你要注意看 他這一次以色列國防軍出來講 他不是說這起事件是哈馬斯幹的 他指的是另外一個團體 叫伊斯蘭聖戰組織 那伊斯蘭聖戰組織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團體突然冒出來 其實他早就存在 如果用以色列官員先前形容哈馬斯 這不過是小混混 如果以幫派的形容 就是他是這一個再加上走到另外一個幫派 那其實這兩個組織同時都是以這個巴勒斯坦建國 那消滅以色列為主要的目標 不過這一支 這一個伊斯蘭聖戰組織 他的一個勢力比哈馬斯稍微小一點 那同時他也擁有這種長城的火箭彈 那他比較特殊的是說 他跟伊朗的關係又更親近 因為是伊朗直接扶植 跟這一個哈馬斯 哈馬斯還是轉了一手是二手的代理人 因為哈馬斯是這個黎巴嫩的真主黨扶植 那背後才是伊朗 所以這一個時間點 那以色列國防軍出來指控說 是這個伊斯蘭聖戰組織 在射擊火箭彈 朝以色列射擊火箭彈的時候 造成的失誤 那直接造成這個醫院的傷亡 所以現在到底事實如何 其實拜登也下令美國的國安的部門 要詳細來調查 那真正的事發的責任到底在誰身上 基本上來講 時間點為什麼講到很巧合 因為同樣在這個前一天 你看到這個伊朗的最高領袖哈米尼 其實也出來提出警告 他有講到說 如果以色列對這個加薩總統 進行猛烈攻擊的情況之下 他無法阻止某團體進行報復 他某團體居然點名的不是哈馬斯 所以這時候有可能就回頭去看 他講的會不會就是伊斯蘭的聖戰組織 由他直接扶植的這個部門 可能直接就已經有所策劃 所以換句話說到現在來講 因為時間點上面實在是太過於巧合 選在拜登在空軍號上面 前往以色列這一個訪問的途中 發生這樣的事情 最後到底是誰幹了這件事 如果今天美國認定是以色列 這空襲造成的 那恐怕對於接下來以色列 要進攻加薩總統剷除哈馬斯 會造成非常大的政治的阻礙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我們看到其實10月7號 這個哈馬斯突襲以色列造成嚴重的傷亡 其實這件事情過了到現在已經10天之久 以色列其實動作很快 48小時到72小時 已經完成會籍大軍 整裝待發 那為什麼拖到現在已經10天了 大規模的襲擊還沒有展開 那當然我們現在陸續分析說 第一個人質問題 第二個也怕誤傷 巴勒斯坦的百姓 第三個天后 第四個我認為最重要 就是在等待這個拜登的到訪 那為什麼要等待拜登到訪 因為這可以獲得美國政治上面重要的保證 也就是說避免接下來的攻擊行動 有所謂的後座力 但是現在發現說 這樣的一個狀況 居然在開戰前就已經先發生 那本來美國已經準備要提供給以色列 非常多的軍員 包含以色列提出要超過 100億美元的緊急軍員 軍員包含像現在我們講這個 鐵熊坦米爾的飛彈 或者是SDB小直徑戰 還有包含像 現在還有這15的流彈 也有需求 那甚至眾議院都已經為了支持 但是以色列開始起草說要授權 這個美國總統可以直接派兵介入 那這麼多的資源 有沒有可能受到這次事件的影響 我認為的確很難不避免這樣的波及 那特別是因為阿拉伯周邊的國家 態度其實非常的重要 因為包含像埃及 包含像約旦 包含像沙烏地阿拉伯 這些國家本來是等於說 願意讓以色列去進行 所謂剷除哈馬斯的動作 但是現在紛紛倒向 變成說這個跟伊朗 甚至伊拉克是一樣的一個態度 這個部分恐怕對以色列非常的不利 那所以接下來以色列怎麼辦 如果他不出兵反擊的話 以色列這些所謂的傷痛 這位絕對也沒有辦法這個吞下去 所以勢必建在心上不得不發 所以我個人研判 有可能會譬如說轉為改為小規模的 這一個長期的反恐戰爭 或者是大規模行動 可能等過一陣子風頭過了再進行 好那蘇老師你怎麼觀察中東局勢的變化 對於台海可能造成的影響 我們看到習近平他現在在跟普清見面 在談這個所謂帶入的高峰會 可是相對的中共的傳統就是天下大亂情思大好 所以他現在可以喘一口氣 就是哎呀你們地中海南北邊在打仗 他現在就來扮演所謂和平使者 但是當然了民主國家也不是吃素的 所以美國現在就是透過媒體傳出 他可能會提供1000億美金的這個新的特別預算 他們是叫做追加預算 就是給烏克蘭以色列跟台灣來強化這個軍力 其實就是用實力來維持和平 那這是什麼概念 1000億美金相當3.2兆台幣 這是我們國防預算 中華民國國防預算的大概7.5倍 那是整個中華民國中央預算 差不多就是這個範圍 我們整個中華民國一年的中央政府的總預算 大概是2.9到3兆左右 你就可以知道說美國為主的這些國家 為什麼要用實力來嚇阻中國了 那他這個部分就是像之前 拜登總統會給台灣的EDA 就是超額的軍事物資還有FMF 這種軍事融資的部分 來快速的建立這些國家的即時戰力 來達到嚇阻的效果 或者是說讓他可以擊退這個威脅 第二個我們可以說 那相對的在這些所謂的 新的邪惡軸心國家 就是伊朗啊北韓啊 或者是說後面在支持的中共俄羅斯 目前外媒都看出來就是 哇從這個哈馬斯集團 所被繳獲武器裡面 有來自於俄羅斯跟中國 也有北韓的 輕兵器就是AK-47系列 這些還有RPG的火箭彈 他們辯證出來有俄國的產品 也有部分就是中共的產品 也許他不是直接交給那個哈馬斯 是從其他中東國家流入 第二個就是這個122mm的火箭炮 就是從北韓過來的 第三個就是無人機 哎呀這個比較特別 就是被辯證出來 是來自於大陸的這個 所謂大疆無人機 第四個滑翔翼 這個部分我們就用情報圖像來看 可以請導播拉經典 就是哈馬斯這一次 入侵這個就是 以色列這個雙人的這個動力滑翔翼 我就是我個人去比對一下 非常接近中國所謂608所 他所研發的動力滑翔翼 從他背後這個護駕 等等的這種技術細節 可以看得出 就是可能是來自於中國的 那他可能是利用商用的名義 就是轉進去的 那當然這就是說另外一種 就是對於以色列的一個 就是戰術上的一個威脅了 所以現在才會說 南韓也認證 就是說除了北韓有提供這些 清兵器或者火箭彈給哈馬斯之外 由於南韓北韓他們的 這非武裝區的這種地形的 跟組隔的方法 非常類似加薩走廊 所以戰術戰法也可能是從北韓過來 最後我們看 就是為了穩定這種局勢 所以現在四艘航母就是在地中海 還有就是印太區域 在地中海這裡就是有雷根號跟 對不起在地中海這裡就是福特號 以及這個艾森豪號為主 來震設這個伊朗 那在印太區域就是雷根號 以及這個塔爾文森號兩艘航艦 那就分別代表在地中海是第六艦隊 那在印太這裡是第七艦隊 第七艦隊本來只有雷根號 那現在可能第三艦隊向前支援 所以我想最後我們可以說 這都影響到我們的這個所謂的區域穩定 那現在拜登可能還在空中海抵達以色列了 台灣跟以色列時差相近五十個小時 我們現在看電視節目 在以色列正好是下午的時段 開始天氣要變得比較涼爽一點了 那至於說他會不會地面站 他現在說推遲了 不過我們可以很快速講 可能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他要搶救人質 第二個就是盟友亞里包括拜登來 那第三個就是說他有軍事上難數 的確向戰是非常困難的 第四個很有可能他是反過來就欺敵 說我現在可能就是不要玩打 那突然就是閃電站攻進去 最後我們可以說 以色列本來是巷戰的達人 那他在面對這種哈馬斯地道的時候 他們有很多新的科技 包括我們知道天上無人機 其實也有這種無人載具 他可以進入隧道裡面 進去進行一些情報徵收 最後就是他可能會藉由 這種巴勒斯坦這個就是 內部的這種情報手段 來確定人質之後 快速的以小規模作戰 搶出人質之後 再進行外交上的解決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今天這個時間點 拜登本人出訪以色列 而普丁本人事實上 在北京跟習近平公開肉臉 習近平在一帶一路的峰會上面 仍然有公開談話 而且強調不搞對立 反對脫鉤 董老師剛剛習近平說 反對脫鉤斷臉 反對政治集團對立 但是他本人在搞 一帶一路帶著小弟搞 市長 今年7月4號 就是在那個上合會議的 那個高峰會上面 習近平他自己宣布的 他是這麼說的 今年是我提出 一帶一路倡議10周年 所以我要辦第三屆 這個高峰論壇 他講這段話什麼意思 就習近平他把自己的命運 跟聲望 跟這個一帶一路 完全的把它綁在一起了 好那他就變成是 中國今年最重要的主場外交 不過呢 就是因為這個俄國總統普丁 借這個場合訪問中國 所以呢 這個普席會 他就會分掉 這個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一些光彩 焦點 這個習近平自己說的 說他跟普丁 10年來見了這個42次面 然後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 還是今年的兩次 為什麼 當然是因為烏克蘭戰爭 好 回來這個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顯然的習近平是想要 借這個論壇去拉抬 他自己的大國地位 還有他習近平個人的 國內外的這個 偉大領袖的形象 這個是舉辦這次論壇 最重要的這個目的 回到這個習近平的講話內容 還有前兩天中共也公布了一個 一帶一路白皮書嘛 我仔細的全部都看完了 你就可以發現 他這個內容裡面 堆砌的都是抽象華麗的 還有呢 歌功頌德的這種遲早 不過呢 他沒辦法掩飾 他這個 他的內容有含混 還有矛盾的地方 而且跟中國的經濟社會的 崩壞的這個現狀 形成非常尖銳的 非常諷刺的這個對比 好我追蹤這個一帶一路 十年了 他他一直存在著兩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的政策目標 到底是什麼 2013年剛提出來的時候 習近平是說他有三個目的嘛 第一個不是要這個輸出 過剩的產能嘛 第二個目的不是要獲取全球的資源嘛 第三個目的呢 是要改變國際的經貿的這個規則 好這是2013年 一路這一路以來 這個他的目標就一直在變 一直在變一直在變 今年 2023年 你看剛剛習近平在說什麼 一帶一路的目標 變成高標準 可持續 會民生 變成這個了 然後呢 而且呢 他要變成世界追求 容許我念一下 開放 綠色 連結 公正正義 幸福 萬鈴丹 嗯 全部的遲早都在裡面了 好 這是個大問題 就是說你的目標一直在變 我們就沒有辦法做政策評估 有效的政策評估 就是說你這個政策的 到底利弊得失什麼呢 那就做不出來了 好 回來 所以說呢 為什麼 這個數字 我講另外一個數字 中國的國務院 10月10號才剛剛公佈了一個數字 說 這個中國所累計的低收入 低收入戶的這個人口 有6600萬 好 各位還記不記得 今年6月 中國的搜狐網 有公佈了9張照片 有9個數字 那9個數字 都是政府自己提出來的 譬如說其中 還有包括這個失業率 超過20%等等 你就會發現說 根本的問題 就是你自己中國的經濟跟社會 存在這麼多嚴重的問題 那你習近平你幹嘛不照顧 自己老百姓的發展跟福利 而要在全球 這個大策幣 大浪費 所以難怪就會有這本書 重整 冒號 這個勤政的亡國軍 重整皇帝也很認真 每天從早忙到晚 每件事情都抓 可是明朝就是亡在他身上 他自己還很不幸的 他還跑去自我了斷 難怪這本書 現在習近平不敢讓他在中國大陸發行 因為你一帶一路 你這樣子對全球大撒幣 對不起中國老百姓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中現在霸權之爭 有一個核心的戰場 老美寸步不讓 關鍵是AI跟科技 好 微量 剛剛看到昨天的晶片股都跌 今天事實上台股也受到聯鬥 對 那當然這個 美國對中國實施晶片的禁令 這當然不是第一輪 所以其實呢 我覺得一開始的衝擊會比較大 但是後續來講的話呢 因為要看各個企業 他現在來自於中國的 實際上的業績貢獻比重 那以回答來講 因為大概在二十到二十五Percent 那不能說完全沒有影響 但是我覺得其實 因為現在整個AI的晶片 還是公布影影球的狀況之下 所以其實AI這一塊市場 其實很快應該會有其他的地區也好 或其他的國家 會把這個需求會填補上來 那我想其實大家看到像黃仁駿 現在人在臺北嘛 老行哉哉的氣色你就知道 我覺得其實他們內部應該針對類似 像這樣的禁令 沙盤推演過很多策略 那反觀其實intel的衝擊 應該是相對比較大 因為他的確有相對比較高的業績 比重是來自於中國的 那這邊來講的話呢 反倒也有其實一些專家分析師提到 那另外超微的AI晶片 反倒成為是受惠者 雖然說最近股價可能走勢也不是特別強 但是因為他本來就是鎖定在北美市場為主 所以我想一場的這個政策的禁令實施之後呢 也會讓整個AI市場的這個試占的版圖 可能有些重新洗牌效應 那我們看到其實最重要就是說 在利空測試之後 其實股價的表現往往是最誠實的 像揮達昨天的股價盤中原本是大跌超過七個百分點 不過呢中場他的跌幅還是有所收斂 其實在K線的形態來講 這所謂的一個收紅K的表現 那AMD的部分呢就如剛剛所提的 相對來講的話 嚴格上來說他反而有機會是撿到槍 成為受惠者 所以跌幅比較輕 那艾斯莫這邊來看的話呢 也有一點開低走高的表現 那Intel呢其實最近的股價 還是相對比較疲弱一點 那後續可能他的一個負面影響還會逐步擴大 那台積電的部分來講的話呢 但目前正值就是法說會前的肩末期 所以其實這一個關於AI相關禁令的問題一定會成為明天周四臺北法說會法人必考的重點題 那另外來講的話呢 國內的AI相關的指標股 今天大概就是全面重挫 包含像廣達技嘉 還有像偽創 尤其在這個盤中賣壓不斷擴大狀況之下 我覺得應該有很多的當衝客也是順勢的往下灌壓 然後另外我們看到像比如說營業打股價 甚至也是跌破了新低 那當然在這篇新聞裡面提到 就是說現在在中國的一個中長期的銷售來講的話 一定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那現在就看本身大家在其他市場的一個佈局的深度跟廣度 能不能去補起這一塊市場的缺口 那未來來看的話呢 因為中國現在有一些業者 因為已經被新納入這個所謂的一個黑名單的管制禁令 那當然這個未來要取得先進晶片會越來越難 那這個可能就會比較不利於呢 在中國一些特定產業的發展 那主要還是要觀察就是中國在成熟製程這一塊 它的需求反而會放大 所以如果是相關的業者跟中國的半導體成熟製程比較有關的 不管是設備或IC設計或晶圓代工 其實反而是有機會成為受惠者 那另外我們看到在華為的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因為在經過中國這個幾次的一個這個扶植之後 那其實他在以色列因為過去有設這個研發中心 結果呢不但沒有呢因此在這個美國的制裁之下關閉 反倒還擴大招編人才 結果呢因為他提供了這個這個相關的一個技術之後 這次哈馬斯沒想到反而用了這個華為的通訊技術 結果避開了這個以色列情報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倒是有點讓以色列可能要重新思考他的一個戰略 是不是養虎為患 因為並沒有因此而博得這個中國在政治立場上的一些轉變 那另外呢傳出就是中國移動 因為最近下了一個大筆的訂單 要來採購華為MAT60系列手機 那高達一百二十萬支 那這看來就是有國家隊要進一步去壯大華為聲勢的一個現象 另外呢華為切符到這個支付系統 那當然他不去跟這個微信或支付寶正面對決 那主要就是呢 另開性戰場是在這個汽車支付 以後靠刷人也辨識的方式呢 就能夠去完成實現了汽車支付的領域 那另外呢經濟學員報導 其實臺灣目前當然是全世界半導體的霸主地位 那未來呢其實在自主化的一個地緣政治發展前提之下 臺灣其實就要靠在這個研發的一個能量部分持續的壯大 那避免就是說在國外擴廠的時候呢 有一些技術或人才的外流 好今天謝謝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注視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推特特館上面都有官方的帳號 同時我本人並沒有在臉書跟LINE設立投資社團 唯一YouTube官方帳號叫做寧觀書說看 歡迎大家Google社區歡迎大家分享訂閱按下小鈴鐺 同時也有臉書跟IG的帳號統一公告相關的事項 謝謝大家收看謝謝